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颜值固然是杨子,成功路上的一份助力,但不是关键。 安静的夜晚,思绪在飘荡。 时光的长河里,总有些人让我们眼前一亮。 杨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 无论是电视还是电影,他总是能够给予观众无限的期待和惊喜。 可是,杨子的事业这么顺利,是因为颜值吗? 颜值的确是一个人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,但是如果仅凭着外貌就能够赢得成功。 那么这个行业就不需要人才了。 杨子是一个真正具备演技的演员。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深入人心,催人泪下。 他能够真正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。 通过自己的演技将其展现在观众面前,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员。 颜值固然是吸引眼球的一个因素,但是事业的长久发展需要更多的实力与才华的支撑。 杨子在业内也一直以来被誉为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。 他为每一个角色都投入了全身心的精力,争取到了观众和导演的认可。 因此,他才能够赢得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机会,让自己的事业如此风生水起。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,杨子的成功除了靠颜值之外,更是因为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实力和才华。 他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,深入扎根于行业之中,才能够一步步的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尊重。 所以说,他的事业不仅仅是因为颜值嘛,更是因为他自身的实力和才华。 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 如今,演艺圈里一个崭新的明星名字不断地在人们的耳畔回荡杨子。 他的出现,像一股清流在这个繁华喧嚣的世间里,让众人心持神网。 然而,不少人对于杨子的成功之路感到困惑,他的事业这么顺利。 是因为他的颜值超取吗? 这是一个问题,也是一个让人热烈讨论的话题。 对此,笔者认为,杨子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全方位优势。 当然,承认他的颜值无可否认。 他那清新脱俗的面庞,在这个红尘世界中显得是格外的舒适,让人心生恋爱。 但是,将他的成功仅仅归于颜值,显然是一种肤浅而不切实际的想法。 实际上,从他的演艺表现来看,杨子的才华确实值得称道。 他在《亲爱的、热爱的》中所饰演的女主角,深入人心的演技值得好评,让人不禁惊叹于他的演技之高。 他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每一个角色的性格特点,还能够恰如其分的演艺角色的情感变化。 让人感同身受。 如此出众的演技,显然是不需要靠颜值去增色的。 而且,杨子还拥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历,他曾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就读。 这样优秀的背景注定了他会拥有极好的素养,对于演艺事业的领悟也更加深入。 他富有朝气和活力的表演风格,让人对他充满了期望。 总之,颜值固然是杨子成功路上的一份助力,但不是关键。 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他的才华和努力。 而且,他也深刻地知道,颜值是一把双刃剑。 他能让一个人在人群中脱颖而出,但在演艺事业中,他不可能是唯一的标准。 在这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时代,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人才的培养和发掘。 让真正有实力的人才能够在演艺事业中获得应有的成就。 所以,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,都需要明确这一点。 杨子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他全方位的优秀,而颜值只是他优秀的一个方面。 众所周知,杨子是一位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,在娱乐圈中享有很高的人气和知名度。 他的出色表现和不俗的演技让人们对他的职业生涯充满期待。 但是,有人开始质疑他的成功是不是只因为他的颜值。 颜值在娱乐圈中一直是个让人注目的话题。 有些人认为,只有长相出众的艺人才能成功。 而其他所有方面都无关紧要。 有些人则认为,颜值只是一时的赢家。 并不是持久的。 那么,杨子的成功是否支援于他的颜值呢? 我们不得不承认,杨子确实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。 她拥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,一张清秀的面容和一头柔顺的长发。 优美的身材和健康的气质。 但是,能够成功的艺人绝不仅仅因为长相出众。 回顾杨子的职业生涯,我们可以看到她在表演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 她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导演们的青睐,也因此得到了很多优质的戏份。 她的演技越来越好,她做到了在无数个角色中找到了志同道合之人。 直跟角色,在这个过程中让人看到了她的才华和努力。 当然,她并不是完美的。 她在职业生涯的早期,曾经受到很多批评。 在一些作品中的表演被认为是欠缺灵魂的。 但她一直在努力改善自己的表演,以求获得更高的评价和荣誉。 颜值固然很重要,但职业生涯的持久和成功不仅源于一张美丽的面庞。 养子的成功,是源于她的才华和她对职业生涯的热爱与付出。 在她的道路上,颜值只是起点,真正的奋斗和努力还在后面。 因此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,养子的职业生涯之所以如此顺利,绝不仅仅因为她的颜值。 她的才华和努力才是关键。 这种努力让她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演员,并让我们在镜头前的每一个造物中看到了她的勇气、才华和美丽。